我記得有一次 和一位有地位的館員出去弘良佛法 在臺灣過鎖公路上 環遊獎金一不公立 哎呀 獨擠 完全擠著都不能動彈 可是已經時間到了 那怎麼辦呢 這個午時間我們個人不要緊 讓那麼多的人在那裡 緊急地等待不行了 那一位有地位的館員 他有辦法 在不得意指下就用這個打個搭 叫這個警察的車子來開刀 讓我們這個車子 這個路線 這個好好擔當地向前行走 過去我在臺灣 有一次我和一個比較有地位的官員 去一個地方弘化 將是到近一百里的時候 前面的交通非常濟濕 根本就沒有辦法走 當時我們就很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誤時 是會令到人家很焦急地等待 這個是不好的 在我身邊的官員 他就打了一個大哥大的電話 就叫那些人來和我們開路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走在馬路邊上 在這個時候 車就衝脹無錯地一度 這樣可以前行 我們同齊的一些年輕的發誓 我看到這樣的情形 幾萬兩的車子 停到那裡不能動 我們敬臉 飛揚的忘情本質 大家叫他好神氣 好洋洋的意 在這個時候 我就說了 我說警察開道 帶我們到達目的地 我說 假如這個時候警察 是帶我們去做檢牢 你們不曉得是怎麼想法 大家一聽 對了 假如這個警察帶我們去做牢腰 哎呀 忽然的 就變了沒有效能了 可見 你看這一句話呀 對於我們自己的形式的 並無限的力量 在我同車的法師裏面 見到我們前面有警車 這樣和我們開道 非常之洋洋得意 好幾萬輛車停在公路上 只有我們自己一輛車 可以在路上飛奔在那裡飛遲 他們非常之開心 我就跟他們說了 如果今天前面的警車 他不是跟我們開道 而是要帶我們去坐牢的話 不知道你們會怎麼想呢 當時那些法師 可以立刻面上的笑容都沒有了 可想而知 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心色 一轉的話 就不一樣了 加入我們有些人 對於這個言而畢息的身心 都聽我的話 都能運用得很自如 好像領導遊法 能把這個八色 領導了隨行所依 我想有很多的誤會 或者是誤差 或者一些不當的 就不至於發生 假如我們能夠把這個白色 譬如說 把我們的眼耳鼻舌心 和白色 能夠可以好好地領導 如果是可以的話 我相信很多的誤會 誤差 就不會發生了 一個寺院裡 陳堂裡 這個不說重難的 來了一個 就好像 不是很有秀型的人 他跟大家在這裡一起 陳塵 常常討人家的東西 有這個壞習慣 這個是有一個寺院 裡面有一個禪堂 來了一個人 經常去參禪 但是他就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會偷人家的東西 這個因為偷了東西 一次兩次 甚至 大家終於不容了 大眾就像這個 方丈和尚要求 要把這個人 割除 趕來走 免得他在偷大家的東西 這個偷野的習慣 一次 兩次 三次地發生 大家都不用他了 終於就和這個方丈和尚去舉報 希望趕去走 這個主持的大和尚 聽了以後 都說 哦哦哦 他沒有直接地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主持的大和尚 他每一次聽到之後 哦哦哦哦 絕對都沒有很積極地去處理 這又 這又在一次 一次又在翻 這個陳昂里的大眾士 終於抗議說 如果 這個方丈大和尚 你再不開除 這個人呢 我們大家 都情假理想 我們不在這裏 成城了 但是這個一次又一次地發生的話 終於這個陳昂里的大眾士就抗議了 他說如果你還不把這個人趕下山的話 我們大眾一起就要下山了 以時抗議 這個方丈大和尚 他就說了 他說各位 要請假離神 離奇 我同意 要叫這個偷東西的人 叫他走 我不同意 這個偷東西的人 我叫他走了以後 他到社會上去 危害社會 在社會上怎麼能生存呢 這個偷東西的人 如果我叫他走的話 他會在社會上 危害到社會的 我怎麼可以叫他走呢 你們大家 一起了 你們很興趣 你們可以找到出路了 你們大家都很健全 你們離開之後 你們會找到出路 如果我們一個人沒有誠意 能可以感動 別人 如果我們的信仰 不能剝容這許多的罪惡 我們在這裡修行 有什麼用呢 他說如果我們的誠意 不可以去感動別人 我們的心量 不可以去包容罪惡 我們在這裡修行 是修什麼呢 像這位方丈 或讓你壞 不但感動了 我們在這裡修行 我們在這裡修行 也感動了這個小偷 終於一件惡心 之後就再也不透徹了 好像這個方丈和尚 那樣他這番說話 不單只感動了 前堂裡面的著重 不會離去 也都感動了這個小偷 從此以後 他就不再偷東西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心意 看怎麼用得搭 怎麼用得好 怎麼用得如髮 所以我們這個心意 是要用 看看我們怎麼用 怎麼用得好 怎麼用得愉髮 等待會兒 我們在這裡修行 大家修行 我剛才修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